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韩玉的文 柳宗园的德政跟苏式的书法 可以说三则高度结合 天衣无缝的一个作品 韩玉写的这个碑文里记载了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他记载了柳宗园对人说 我弃于石而弃于子 我的生命就临时的寄于在这一方水土之上 那么根据韩玉的看法 像柳宗园这样的一世之英才 怎么不为朝廷所用呢 所以韩玉的情感是落在这里的 韩玉这个文章写得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漂亮 韩玉平常的风格不是这样的 因为韩玉在更多的意义上 他是一个思想家 所以他的文章呢 往往比较厚重 但是这一篇写柳宗园 他就模仿柳宗园的文风 用一种比较轻快 这个轻快这个快不是快乐的快 而是节奏拉得比较舒缓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柳宗园在柳州的这么一个一言一行 舒适的书法 它不适合从一种纯正的书法家的角度来看待 比如说对这个字的一个结构的处理 那按照规范的书法写法也许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的 但舒适就是不是这样根据你写的 他是根据自己的文本的了解 然后把这个书法展现出来 他每一个字都下足了功夫 你就能想象说 舒适平常拿起笔就灰啊 但是今天在写韩玉写柳宗园的这么一个碑记的时候 他的心态是非常的严肃的 非常的庄重的 那种认真跟一丝不苟所展现的一种敬仰 我觉得就值得我们好好地玩味 广东人或者说岭南人 他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他认文化 他认文化人 古代岭南的文化不行 他就觉得凡是比我优秀的这个文化 凡是能够带来新文化 能改造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人 他都会表示欢迎 唐宋八大家八个人里面这里三个人 一个碑记就有三位大家的一个风采在里面 所以这个真的是三绝碑啊 墙迫 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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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